好,那么我们回到原代码继续往下看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config boot delay这个配置的含义 那么这里定义了两个局部变量 一个是一个字符串,信号s,一个是boot delay 那么我们稍后会看到呢 他们就是存放这个boot delay的这个值 和转换成这个boot delay这个环境变量的字符串 好,再往下看preboot这里不用看,跳过 然后这个boot count limit也跳过,不用看 好,那么这个config boot count limit这一段也跳过 没有配置 好,这个modem support支持这个调制调器 这一段也跳过,不用看 然后呢config version variable这个呢也没有配置 所以这一段也跳过 然后呢if define configure sys hash path 这个前面已经被我们注释掉了 所以我们不用这个hash start这一段 而是用下面的那一段代码 好,再往下看,既然这个hash parser都没有配置 这个hash init虽然也不用配置了 好,这段也跳过 然后preboot这一段也跳过 跳过挺多的啊 好,再往下这个update tftp 这个是通过这个tftp来boot的 载入镜像的,那么这一段也跳过 不用看,通过网络是吧 好,那么这一段要看了 接下去它就是define config boot delay 并且这config boot delay大于等于0的话 那么它做什么事情呢 首先它去获得这个boot delay这个环境变量的字符串 好,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boot delay这个环境变量的字符串 我们看我们前面有没有得到呢 我们来看我们前面这个默认的这个环境变量 前面说过它是这个叫default environment 是吧 我们去看这个全局变量 那么这个全局变量在这个env common 稍等一下 好,在这里 在这个env common这个文件里面 在这个文件里面 好 好,就在这里 我们往下看这个boot delay 看到这里是有这个字符串的 并且它的值等于这个config boot delay 我们前面配置的是1 是吧 这里用了一个红make str 就是把它变成了字符串 跟boot delay连接在一起了 好 那么我们回到这里 这个s就应该得到的是一个字符串的1 是吧 好 接着它就取出这个值了 把这个字符串还原成这个整数 那么先看这个s有没有定义 如果有的话 取到这个值的话 那simple string to l就是long 把这个字符串转换成长整形 然后10就是以10为基底 然后s就是这个字符串 然后转换完了以后 这个返回什么的 返回值就是这个long类型的这个 1 附到这个boot delay这个植物变量里面去 好 那么再往下这个menu shoot 这个不用看了 不用管了 好 这个boot retry time 这一段也不用管 要定义 那么post这一段 应该说post这里有一大段 也不用管 也不用管 这个post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这里一大段 也不用管 是吧 这个boot count limit 这个也不用管 前面已经看过了 然后好 那么这一段要看一下 这一句要看一下了 s等于什么呢 等于get invariant boot command 是吧 前面我们已经把boot delay这个值给取出来了 接着它要取这个boot command的这个值 那么这个环境变量等于多少呢 我们来看 这个前面的这个environment 是吧 en 这个environment command点c 好 boot command在这里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这个配置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h page的时候 这个boot command的命令 那么我们看一看我们配置把这个命令配成什么了 这个我们切到这个我们的配置文件 呃 往上翻译 好 在这里 define config 111行啊 define config boot command的成这个run ubi fs boot 就是从ubi这个文件系统里面启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原代码 啊 我们再回去 它如果这里取出来以后 那么这一句话就应该成为了 config ubi fs boot 这个这一句命令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好 在这里啊 382行 那么前面这个s已经把这个值取出来给付给boot delay 这个值不变量是吧 所以这个s又可以附为别的值了 那么这个get environment取出这个boot command的就是那个run ubi fs boot 取出来以后再次放到s这个指向这个取出来的这个环境变量 然后呢 好 这个先放着不管是吧 然后它是这样的 进入一个boot delay的判断 如果这个我们前面看到过运行的过程 如果我们在这个boot的那个delay的约定的秒数之内 没有按下什么任何键盘和键的话 那么它就运行这个boot command的这个命令 就是运行这一句命令 如果有按下的话就不运行这句命令 是吧 好 我们看下去 追一追 这个ifboot delay不等于负一 并且有s这个有这个取出 并且这个abort boot现在返回的值是零 那么就运行下面这一段run command list 是吧 那么这个boot delay 这个abort boot delay 待会我们会这个进去分析一下 这里先说一说 他把这个boot delay这个值传下去 他每过一秒钟呢 他在这个函数里面会减一减一 那么比方说我们设置的是三 那么他就会延迟个三秒钟 每次他都把这个显示一下三 然后显示二 然后显示一 然后显示零 到零的话 这个函数就返回 返回之为零 那么零的话 这一个条件成立 他就运行这个if里面的这句run command list 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s 我们取出来这个boot command 这句run ubi fs boot 好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有中段 就是我们按了一下空格 然后他并没有这个字减减到零 就被退出了 如果这发誓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run command list 这一段就不运行 直接往后运行 这个manu key 跳过了 没有定义 然后直接就进入了这一个for 这个config.s hashpass 我们说过 对吧 如果是用hash表的话 他这里只要一个force 循环就可以了 用这个pass file out这个用这个函数 来进行这个命令的解析 那么现在我们不用hash表 用传统的这个连续检索 顺序检索的方式来检索 所以运行这个for循环 那么整个我们看到 读入命令和这个执行命令 就是在这一段for里面 运行的是吧 也不长 胜利在旺了 好 那么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前面的 abort boot 他是怎么运行的 我们点进去看 那么abort boot也有两个定义 是吧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那么用的是哪一个定义呢 用的是下边这个定义啊 不是上面那个 上边这个的话 是 上边这个的话 是这个要 define这个 config auto boot key的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定义 所以呢 所以运行的是下边的我们用的是下边这个abort boot的定义 好我们往下看在下面啊 往下翻 对这里 我们用的是这个定义 好 那我们接下去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函数啊 也不长 首先呢 他在这里把这个boot delay作为这个入餐给传进来 是吧 然后呢定义了一个abort的局部变量 现在目前是0 那么这个if define这一句呢 这个我们没有定义 所以运行的是这句话 如果boot delay大于等于0 那么就显示 hit anarchy to stop auto boot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 是吧 那么首先 这个百分号2d就是显示一个整数 然后这个整数有两位的宽度 好 那么这个boot delay就显示一个1 把1显示上去了 是吧 好 接下去他就进入一个 if define的这个config zero boot delay check 那么这个没有定义 好 这个不用看 那么接着他就进入一个while的这个循环 这一段 这一段while循环 如果boot delay大于0了 现在显然是大于0了 是吧 假设我们现在用好判断点 用3来举例好了 这个1的话马上就减到0了 这个有可能造成混淆 那假设我们这个boot delay 设成3了 好吧 好 如果3的话 那么现在abort现在是0 是吧 那么这个0取反是1 那么这个条件成立 进入 那么首先呢 他把boot delay减减 把3减到2 接下去呢 他进行一个for的循环 看这里 这一段是for循环 for循环的话 他这里首先i等于0 i小于100 这个for可见是循环100次的 是吧 他每一次去看嘛呢 是这个testc testc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追进去看一看 testc在哪里定义 就是在console里面定义的 好 我们看这个testc testc 那么这个往下看 最前面一句同不用看 if gd have console 那么现在我们gd have console 是多少呢 我们调出这个 我们前面的表格看一看 have console 我们现在是1 现在是有值的是吧 那么是1的话 好 这一句就不运行了 不会运行这一句 那么往下 gd flags and gd flag device init 那么这个值有没有被定义过呢 我们看这个 好 这个gd flag device init 也是有值的是吧 前面我们说过 当我们console init r 完成的时候 那么这个 终端初始 就是终端初始化 完成的时候 这个红就被定义了 好 那么往下 如果这个值显然判断是1 那么就运行什么呢 运行return ftstc stdin 对吧 好 fstc这个函数 又在哪里定义呢 也是在同一个文件 console.c里面 好 我们进去 ftstc 那么这个怎么定义呢 file 然后首先 如果小于maxfile的话 那么这个file传进来是什么呢 传进来我们可以看到 是stdin 是吧 好 我们看一看 这个maxfile 它定义成什么 这里呢 那这个sourceinsight没有找到这个红 其实这个红是有值的啊 这个红的值 再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个红定义在common.h里面 好 我们这里直接跳到这个common.h 10页到823页 好 那么这一段红就定义了呢 maxfile等于3 是吧 stdin等于0 也放stdout等于1 st error等于2 把这三个值定义好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maxfile等于3 好 如果这个file小于max 小于3的话 显然stdin是小于3 是吧 然后第二用这个console 下滑线 testc 那么这个也有两个定义 就一定去看一看 那么第一个定义是在上面 这个这一部分的console testc 是吧 还有个定义呢 是在这个地方的console testc 那我看看它是怎么怎么这个红是怎么写的 if define console max 那么我们这个红并没有定义配置 那么那么我们显然应该使用下面这个console testc 对吧 这个console testc 是怎么 是如何运行的呢 它return去调用这个stdio device下面的stdin这个标号就是0 下面的testc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stdio device 三个这个指针啊 全都指向了这个默认的这个stdio device 是吧 我们调出这个表格看一看 那么这个是我们clo分析表 全部指向了这个默认的stdio device 这个这个部分是吧 所以它如果要去调用这个呃 这个指向 稍等一下啊 好如果它要去调用这个stdio device 0下面这个testc 就等于去调用这个里面的testc 那么这个testc我们说过了 在前面等于它它被复制成 serial putc device 不是putc serial testc device 这个函数 对吧 所以它的实质定义是在这个地方定义 在serial里面的这个函数 serial testc device 0 所以它实际运行的是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是在哪里定义的呢 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这个函数都在实体 还是在drivers下面的 drivers下面的serial下面的serial下滑线 s5p.c中间定义的 是吧 那我们追进去看一看 这里是se 好 我们跳转到serial下滑线 s5p.c 好 那么这个函数我们看一看 就在这里 serial 过了 testc device 是吧 test device 它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先定义了 先把这个uart的指针 就是指向寄存器列表的这个指针 这个地址给取出来 然后把其中的uart stat这个寄存器读出来 然后呢 n0x 以下 看一看这个串口中有没有数据 那么我们调出手册 看一下 它这个 这个utrstat 其实就是这个uart txr status 是吧 然后第0位就表示了 当前这个接收的端口 有没有数据 这个串口的接收端 有没有数据 如果收到数据的话 它状态就是1 如果没有收到就是0 是吧 这个第0位就是接收端 有没有数据 好 那么它这里返回 就把这个最后一位返回 返回以后 我们往上看 应该在这个testc这里 对吧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 没有读到数据 那么返回0 返回0怎么呢 这个if里面这一大段 全都不运行 运行这个udelay udelay的含义呢 就是这个延时m个微秒 那么m就是这个入餐 那么现在一万 就是延时一万个微秒 是吧 好 延时一万个微秒以后 它再次回到这个for循环 然后再循环 再去测试这个testc 有没有字符输入 那么如果还是没有 再循环个一万微秒 那么整个for循环 它就循环一百个一万微秒 一百个一万微秒 就是一百万微秒了 一百万微秒就是一秒钟了 好一秒钟过了以后 它干什么呢 这个for循环结束 然后printf再显示一下 把这个bootdelay的值 再显示一下 那么这个反斜杠笔 是什么东西呢 反斜杠笔其实就是退格键 那么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你可以看到 什么hit这个什么anarchy等等 它让你等待 这个3 2 1 0 往下跳的时候 不是3后面显示2 2后面显示1 1后面显示0 是吧 而是显示这个2的时候 把前面那个3给消掉了 就是在原来3那个位置上显示了2 然后显示1呢 把前面那个2消掉了 这样子的 那么这样子的用法呢 就是使用了这个退格键的小技巧 退格三格 然后再把这个bootdelay给显示出来 那么现在这个bootdelay应该是2了 是吧 好 那么再回到上面 这个继续进入while循环 那bootdelay再减减 现在bootdelay就变成1了 1的话 如果我现在再test一下 如果现在有数值输入了 或者说有键盘输入了 终端上我们超级终端上 按了一下键盘 好 那么这个testc呢 就会被读 就是返回1 返回1的话 进入这个函数里面 abot等于1 局部变量 把abot设成1 然后这个bootdelay设成0 这些都是局部变量啊 那么接下去 这个由于我们这个menukey没有定义 所以运行的这句getc是吧 getc我们可以一步步追下去 跟刚才这个test一样 类似 他最终运行的是这个 这个在这里 也是sreal serial下滑线s5p 这个函数里面的 这个serialgetcdevice 运行的是这个函数 最终会运行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跟前面一样 是吧 首先他看一看stat 如果是1的话 这个wile就不循环了 就不检查错误了 因为是正确 然后呢 他把这个urth下面的urxh 这个值给读出来 readb读一个字节 读出来以后 跟这个endff语一下 那么纯粹就是一个字节了 然后再把它转化成int返回 好 那我们看到这里 其实这个值 这个getc这个字符是会返回的 那么他这里这样调用呢 就是说我不关心这个字符的 是返回值我不要了 那么返回以后 他接着break 那么就跳出这个wile循环 那么在这接下去呢 他putc显示一个换行 然后呢 这个ifdefine 这个define里面就不用考虑了 然后呢returnabort 就把这个abort等于 1这个值给返回 好 那么我们回到主流程 abort 那么如果这个值返回1的话 那么这个非1就是0 是吧 那么这个条件判断就不满足了 这个条件判断不满足 if里面这个run command list 那么就不会运行了 那么换而言之运行的是什么呢 往后运行这个f的这个段就被跳过 那么往下运行 往下运行前面说过 直接跳到这里的for主循环开始运行 是吧 for主循环一开始看起来也很爽 这个跳到一大段 是吧 好 接下来是这句land read line config this prompt this prompt前面我们看到过这个定义了 是吧 就是这个gony这个字符上